好 最近會 接著白鯊 然後 鮑魚 大白鯊 鮑魚 紅條 干貝等等 一整香魚貨 成了年節送禮的豪華禮盒 年關將至 有民眾到漁會才買送禮 但看到今年白鯊價格 開始有點猶豫 我那時候量都買很多 那時候便宜我都買了差不多 差不多三四萬塊 今年感覺價格 價格比較少 因為本來我都買了 一斤 兩條 三條 因為價格比較鬆一點 八九等一斤半 一斤半的白鯊了 因為它量少 今年一斤以上的量就已經很少了 八九那更少 所以我想 要再大一點兩斤的白鯊 那會更貴 白鯊象徵富貴昌龍 是過年加護首選 今年因為魚貨少 導致價格飆漲 一支650公克到700克的 本土白鯊 要價850元 而進口的 一支800克到900克 印度白鯊 價格飆到1500元 較往年價格相比 漲幅約兩成半 金融魚會怕民眾買不下手 推出了石斑 五載魚等本土魚加購價 要提升買氣 國家在主推這個石斑魚跟五載魚 所以我們魚會推出 加購價 補六的 就是一斤殺好的山區的 一支特價石斑魚 加購價一千加購價 250塊而已 就是你購買一千塊以後 它加購價一支250 然後五載魚的話 二三的 200到300公克的 加購價一支100塊 山區 處理好的一支100塊而已 我們希望 今年因為白鯊少貴 大家能夠轉而來支持我們國產魚 其實我們現在的石斑魚 罵得嚇嚇叫 顏料都在漲 但是因為過年 所以我們特別優待我們的客戶 把它降到一支250塊而已 年關將近 民眾過年準備送禮 這種區域會推出禮盒 除了搶佔過年商機 更要大力推廣 國產魚的新鮮美味 記者黃燒民基隆報道 展示好 好